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同时指控 伊朗利用民间机构来作为掩护 为珍珠党的恐怖活动来提供资金 贝鲁特机场附近传出爆炸声 火光熊熊 浓烟冲上夜空 但在爆炸发生30至40分钟后 一般从迪拜起飞的科机仍降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 以色列军方早前警告称 计划袭击离大量目标后不久 首都贝鲁特多处被传出爆炸声 此前 以色列军方宣布瞄准黎巴嫩珍珠党的金融部门卡德哈桑协会 并将攻击贝鲁特和其他地方的大量目标 输算警告遍及贝鲁特南部 贝卡古地东部和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 要求居民远离与珍珠党有关的设施 一名以色列高级情报官员表示 卡德哈桑协会是珍珠党的一个单位 一直有向珍珠党提供资金和协助购买武器 以军同时又指控伊朗利用民间机构 协会和非政府组织作为恐怖活动的掩护 为珍珠党的恐怖活动提供资金 以军又发放20号日间的最新视频 指以军一天便摧毁了超过100个珍珠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 包括绍战 军事设施等等 另外又轰炸珍珠党的重要据点 同时也有很多平民居住的戴希耶 国防部长加伦特当天到街让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阵地巡视 他对视频说 珍珠党正在崩溃 以军的目标是将离南地区的珍珠党完全消灭 使以色列居民能够返回家园 以色列北部罗斯平纳附近地区则有山坡被珍珠党的火箭射中 引发山火 其他地区例如法海 加利利湖周边地区以及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 也频繁响起防空警报 而在另一条战线加沙地带的杰巴利耶 以军遭到哈马斯的反击 哈马斯发放的视频显示 有武装分子手持火箭弹发射器 在瓦码之中四处移动 寻找乙军攻击 有目标中弹爆炸 也有乙军坦克中弹 爆炸起火 乙军发言人证实 一名密服于乙军第162师的乙军上像 在加拿大地带北部区的战斗中阵亡 路透社已出8名消息人士报道 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以色列正急于对哈马斯和珍珠党 造成最大程度的损害 并抓住时机开辟缓冲区 以便在美国大选前 制造一种不可逆转的现实 锁定战略收益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以色列军方表示 已经彻底击溃哈马斯武装 24个战斗营当中的23个 也击杀了去年10月7号 袭击的策划者辛瓦尔 但是仍然有101名以色列的人质 未能从加沙救回 而战争也仍在持续 以哈冲突到底走向如何 来看一下前方记者 发过来的相关报道 以哈战争持续超过一年 虽然以军表示击溃了 哈马斯绝大部分的武装力量 在加沙仍然部署了1620 2520 1430 保持对哈马斯武装的压制 对于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之死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认为 对两边人民恢复和平生活有帮助 以色列媒体报道 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的尸体 可能被考虑用以换取 释放加沙的再压人质 以色列总理承诺 任何将以色列人质 从加沙送回的人 都可以获得通行和豁免 有以色列商人 为此额外附加 10万美元的奖赏 截止至10月24日午夜 以总理府发言人表示 期待哈马斯投降 释放人质 并希望中国也能给予帮助 有当地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在辛瓦尔死后 向加沙发放传单 呼吁加沙人协助释放人质 并表示哈马斯的统治已经结束 方位数会要与死痕 耶路三轮报道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20号发表声明 指责以色列军队在当天 蓄意拆除连离部队 在离南部边境的一处 撩望塔 声明说 当天早些时候 以军出动了推土机 蓄意拆除 连离部队位于黎巴嫩南部 马尔瓦新村营地 一处撩望塔 还有周边围栏 连离部队近期 接到了以军多次的攻击 有多名成员受伤 以色列声称 黎巴嫩这种党 将连离部队用错了人盾 要求部队撤出战局 但是连离部队表明 会继续坚守阵地 而国际社会已经多次 向以色列提出了 抗议和谴责 连离部队也指责 以军司机 不仅是违反了国际人道法 还危及到了维和人员安全 再次提醒以军 在任何时候都有责任 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 不可侵犯性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20号表示 美国正在对 以色列报复伊朗计划 出现泄漏仪式进行调查 约翰逊称 他与乙总理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对话 并且将收到 有关泄密事件的 机密级别简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 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 20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的节目上表示 美方正在调查 有关以色列报复伊朗计划的 高度机密文件泄漏事件 约翰逊指出 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交谈 并将在当天晚些时候 受到有关泄密事件的 机密级别简报 但并未提供简报的具体细节 约翰逊还称 美国因明确支持盟友以色列 同时批评了拜登政府 试图通过一系列制裁豁免等 来安抚伊朗的政策 被泄露的机密文件 最早于18号 由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账户 在社交平台电报上发布 并有标记表明 这些文件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和英国查看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 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文件中描述 以色列似乎正准备对伊朗 发起报复性打击 其中一份文件表明 以色列正调动弹药部署 另一份则概述了 以军空对地导弹的演习 以及无人机部队的动向 据信也是为打击伊朗做准备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正在核实有哪些人 在泄密发生前接触过这些文件 有退休情报官员指出 这次泄密再次暴露了 美国情报系统 潜在的严重安全漏洞 另一方面 此事发生在美与关系的敏感时刻 可能破坏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信任 封宏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文教部长阿拉格奇 在二上表示 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就等于是触碰了伊朗的红线 伊朗必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击 阿拉格奇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行 但我们能够进行与以色列的关系 阿拉格奇同时表示 伊朗已经锁定了以色列境内所有必要的目标 重申 如果以色列采取任何的行动 伊朗会以类似的行动还击 他重申 伊朗并不寻求战争 但是不害怕开战 并警告 如果任何一方将美国牵连到了地区冲突里面 就会酿成大规模的灾难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号抵达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后 向记者透露 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19号的上午进行了一次通话 并且称他们两个人聊得非常好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很棒的会议 他叫我来到昨天晚上 我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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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 保持 Israel安全 他做了非常好 他叫我来到遇见 我认为他想要我的观似 他说很少的协调 从华室 他们不想他们做任何事 他们不会在一个好的位置 他们在现在 如果他们听到华室 我认为是卡玛拉和周 他们也不愉快 我告诉你 以色列也不愉快 但我们有很好的谈论 我认为他很好的谈论 他会召唤我 我现在没有召唤他 由于以色列正在考虑 对伊朗最近的导弹袭击 做出军事反应 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 特朗普称 内塔尼亚胡就此询问了他的想法 他则是回应指 让内塔尼亚胡做他应当做 必须做的 特朗普还称 内塔尼亚胡向他描述了 近期遭遇袭击的情况 并且表示他没事 稍早之前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 以色列会考虑 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 但是最终会根据 自己的国家利益 做出决定 欢迎回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 即将于22号到24号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这也是去年金砖库荣后 召开的首次领导人峰会 因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峰会 新一届金砖峰会 即将在俄罗斯喀山正式登场 喀山是俄罗斯达达斯坦 共和国的首府 俄罗斯人 达达人 以及上百个少数民族 在这里交汇 融合 在我身后的喀山克里姆林宫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和东正教的大教堂 比肩而立 也成为这座城市 民族融炉的重要象征 而这也是这次金砖峰会 选择在喀山举办的重要原因 在扩容之后的首届峰会 一个重要议题 就是新成员的融合 去年8月的金砖约翰内斯堡峰会 决定接收沙特 埃及 阿联酋 阿根廷 伊朗和埃塞俄比亚 成为正式成员 除了阿根廷因新政府拒绝加入以外 其余五国的新成员资格 已经在今年1月正式生效 在大金砖合作的元年 东道国俄罗斯也做了充分准备 据了解 峰会议程包含了40个左右的议题 而在政治安全向下的首位 就是新成员的融合问题 在整合新老成员的同时 扩容也继续是今年峰会的重要看点 俄方此前表示 将向峰会提交一份 关于设立金砖伙伴国地位的报告 而白俄罗斯外长今年7月曾表示 鉴于与所有金砖国家成员国 进行的谈判 白俄罗斯将会成为金砖国家的首批伙伴国之一 火伴国是介于正式成员和金砖家合作的中间的一个机制 这是一个新的制度 是去年开始 峰会宣言里面提到 今年要重点发展金砖火伴国 这个应该说可以把它看作为一种 金砖扩原的一种程序或者形式 外界也期待 扩容后的大金砖能够形成更加清晰的目标 和更加具体务实的成果 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凤凰卫视 请问周明亮刘健 俄罗斯喀山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方面也在20号宣布 根据医生的建议 他将暂时避免长途飞行 不再前往俄罗斯喀山参加金砖峰会 巴西当地医院所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卢拉19号因为在家中的一起事故而入院 整股部位有顿起伤 经过医疗小组的评估 建议他避免乘坐长途飞机 但是可以从事其他活动 巴西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卢拉原本应该在20号下午的5点钟 启程前往喀山 在当前的情况之下 他将通过视频的方式 参加金砖的相关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 国家副主席韩正 20号在雅加达出席印度尼西亚 新任总统普拉伯沃的救治仪式 随后双方举行回见 韩正表示 普拉伯沃当选后的第一时间访问中国 体现了对中国的深情厚益 和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 普拉伯沃的粮食自主 减贫脱贫等一系列重要主张 同习近平提出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 韩正就下阶段中印尼关系发展 提出三点建议 包括打造高水平战略互信 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 以及开展更加紧密的国际协作 普拉伯沃表示 中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也是印尼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印尼新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将会延续左科总统对华友好政策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中国和印尼联手打造的亚万高铁 在本月17号迎来开通运营一周年 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 安全运行超过了257万公里 而明年计划将每天运行的班次 从目前的48趟提升到62趟 王大使在致辞中表示 亚万高铁的成功运营 不仅象征着中印尼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卓越成就 更展示了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愿景 交通部长布迪在致辞中表示 亚万高铁的成功离不开两国政府的密切合作 公众对亚万高铁的热情有目共睹 布迪还表示 非常感激中国和印尼的合作 并希望双方的合作在未来更加牢固 布迪认为 亚万高铁提高了印尼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 中印尼高铁合资公司总经理德维亚纳表示 明年计划将每天运行的班次从48趟提升到62趟 亚万高铁于2016年1月21日开工 2023年10月17日正式商业运营 全长142.3公里 将之前亚加达和万龙之间 三个多小时的旅行时间缩短到40多分钟 亚万高铁是一条连接印尼最大的城市亚加达 和第四大城市万龙的高速铁路 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铁 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和印尼国家战略项目 也是中国高铁全系统 全要素 全生产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 富汗卫视黄永静 亚加达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当中 乌克兰首都基辅21号早些时候传出爆炸声 爆炸前不到三小时 俄军队基辅实施了空袭 另外阿联酋总统20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正式开启了对于俄罗斯的访问 而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当天 严同普京通话重申 赛方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与此同时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多艘军舰 应遭袭撤离塞瓦斯托波尔 而俄乌两军在乌东城镇 谢利多沃展开激烈的相战 在莫斯科州新澳加料沃官邸外 来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握手之意 穆罕默德20号已抵达俄罗斯莫斯科 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他当天与普京共进晚餐 并进行非正式会晤 同一天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与普京进行通话 武器齐表示 通话中他再次重申 正如两年半前所言 塞尔维亚不会对俄罗斯实施任何制裁 双方还重申了进一步加强 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意愿 前线方面 据亲俄军事博客消息 俄军正在乌东城镇 谢利多沃的郊区与乌军展开巷战 据路透社报道 9月以来 俄军正快速在顿巴斯前线推进 乌军总参谋部20号在报告中称 乌军在谢利多沃等多地 击退俄方41次袭击 有四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 有俄官员当天表示 俄罗斯黑海舰队应遭到乌克兰袭击 有多艘军舰被迫从克里米亚半岛的舰队基地 塞瓦斯托波尔撤出 这名官员指出 黑海舰队的大型舰船 很容易成为无人艇的打击目标 并敦促俄方重视发展无人机技术 另有报道指 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提出的胜利计划 各方反应不一 此外 针对朝鲜涉嫌支援俄罗斯 泽连斯基20号表示 有大量卫星和视频证据表明 朝鲜不仅向俄罗斯运送装备 还运送士兵准备部署 意味着实际上又有一个国家 加入了针对乌克兰的战争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有亲俄社交账号 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刊文 宣称招募愿在欧洲国家 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员 而这一账号有关言论 被亲俄社交媒体推广 路透社的报道就称 亲俄社交媒体账号在电报刊文时 附上了部分的工业火灾视频 国际非政府组织调查发现 这一账号招募的破坏分子 被要求从事军事基地侦查 纵火焚烧车辆 还有谋杀等活动 而报酬可高达1万美元 支付的方式为加密货币 有西方官员表示 今年年初以来 欧洲各地破坏活动增多 不少的西方官员认为 幕后的黑手是俄罗斯政府特工 但是俄方对此予以否认 本月早些时候 英国军情五处 指控俄军事情报部门 组织实施纵火等危险活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 对此回应 称英方的言论毫无根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号 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大选 但是还没有看到俄美 可以重回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俄方也做好了 应对美国新政府上台之后 遏制俄罗斯发展的准备 拉夫罗夫21号接受了俄罗斯媒体 论据与事实的采访 回答了多个涉及美国的问题 当被问及美国大选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愿意同美国人民选择的 任何政府合作 但合作与对话 必须以相互尊重与平等为前提 俄方正在关注美国选举活动 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两国能重回平等对话 俄方也做好了应对美国任何政府执政 都将遏制俄罗斯发展的准备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本月曾表示 美国已准备好 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与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 就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 拉夫罗夫在采访中回应称 美国所谓的不设先决条件 进行谈判是一种欺骗 军控谈判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 不设先决条件 意味着美国仍可以保留 视俄罗斯为敌的权利 但当俄罗斯提议 将另外两个北约核大国 英国和法国纳入对话范围时 美国却说不愿干涉英法事务 拉夫罗夫还指出 美国正在拉紧欧洲 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战争 仍具有混合成分 但正日益演变为直接战争 冯王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美国副总统 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 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纷纷锁定关键摇摆州 驾逢60岁生日的哈里斯 前往佐治亚州的两所教堂造势 来争取黑人信徒的支持 而特朗普就在现身了 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 客串起了电源 同时讽刺哈里斯编造 曾经在麦当劳工作过的经历 哈里斯当天来到亚特兰大郊区的 新生传教进行会教堂 参加礼拜并发表演讲 作为灵魂到投票站运动的一部分 哈里斯此行旨在争取黑人选民 他表现得比集会更加严肃 强调同情和尊重的价值观 应该化为实践 呼吁黑人信徒提前投票 哈里斯没有提及她的对手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但她称有人试图分裂美国 散播仇恨并制造混乱 演讲过程中 观众自发为哈里斯唱起生日快乐歌 庆祝她的60岁生日 哈里斯当天还别有乳腺癌防治运动的粉色丝带 现场女性观众也身穿粉色衣服 来提高公众对乳腺癌的关注 哈里斯随后前往亚特兰大的另一座教堂演讲 鼓励信徒积极行使投票权 美国著名盲人歌手旺德也到场助阵 活动结束后 哈里斯还接受了著名名权领袖夏普顿的专访 将于晚些时候播出 同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现身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麦当劳 他身穿黑黄香剑的围裙 并在店员的指导下学习炸薯条 店外聚集大批特朗普的支持者 有顾客提醒特朗普今天是哈里斯生日 特朗普祝他生日快乐 说可以给他买一个汉堡庆生 哈里斯之前在采访中提到 自己年轻时曾在麦当劳打工负责炸薯条 而特朗普说这是谎言 为了讥讽哈里斯 他也选择到薯条区工作 而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 20日前往威斯康辛州的一家酒吧 呼吁选民即刻动用一切手段 为特朗普投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的阶段 美国知名企业家亿万富翁马斯克 此前宣布直至大选 每天给选民送一百万 以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来争取摇摆州的选民 这一举动引发了马斯克是否违反美国选举法的争议 宾州州长民主党人夏皮罗 在20日就呼吁执法部门介入调查 夏皮罗表示 马斯克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马斯克给选民发钱这个做法令人担忧 执法部门应该介入调查 夏皮罗并认为 当马斯克开始把这种钱投入到政治时 就会引发严重问题 马斯克19日宣布 直到美国大选这当天 他每天都会向签署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输的宾州选民 随机发放100万美元大奖 鼓励选民签署这一请愿输 柳中雅指出 马斯克给选民送钱的做法明显是非法的 并指出 禁止贿赂的选举法总体意图是 防止人们买票 而违反的做法可以是激励人们登记或投票 也可以是奖励他们 美国大选进入半个月的倒计时 哈利斯与特朗普积极造势拉票 而提前投票人数创新高 是否已经预示谁能登位呢 各大政商名流也是纷纷压住 拿金钱来赌国运 大选赌盘惠普刺激选民踊跃投票 凤凰维持资讯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会播出美国大选倒计时特别节目 敬请各位收看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股市 亚太区股市今天普遍向好 日本股市午后上升大约0.2% 台湾股市则是上升超过0.5% 内地狐身两市震荡向好 进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后的股份 显著大涨 创业百分之大升了超过2%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户指在中午报3288点上升26点 升幅0.82% 半日成交5494亿元人民币 深程指在中午报10560点上升202点 升幅1.95% 半日成交了8494亿元人民币 香港户指方面横指低开73点之后 曾经短暂的倒升 但之后再震荡走弱 横指在中午报20689点下跌114点 跌幅0.55% 半日成交1072亿港元 国际金价周一再创新高 亚市今日开盘 现货金价延续上一个交易日走势 早上的8点钟 现货金价触及每盎司 2725.81美元的历史新高 业内人士分析这次黄金价格大涨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大选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进一步推动了黄金价格涨势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 中东局势紧张 也促使投资者在避险情绪和对全球市场不稳定的担忧的推动之下 寻求黄金等避险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时隔三个月之后再度下调贷款指标利率 一年期和五年以上利率都下调25个基点 是当局预告的上限 另外人行在上周五正式启动了 证券基金和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操作之后 首期互换便利央票在周一也正式上市 人行同时加大在公款市场的投放力度 中国人民银行兑现上周五行长潘空胜 在金融街论坛上的预告 周一宣布将一年期和五年以上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双双下调25个基点 到3.1里和3.6里 是今年7月之后两项利率同步下调 下调幅度更比7月份的10个基点大 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开会后 人行先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 内地多家银行也下调定期存款利率 而潘空胜上周五在金融街论坛上更表明 年底前是市场流动性情况 将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5到50个基点 内地媒体引述接近人行人士指 LPR下降将大幅减轻房贷建款人利息负担 有助促进消费 而今年以来 五年期以上LPR已经累降60个基点 加上商业银行周五将统一批量调整存量房贷利率 以平均下降50基点计算 今年房贷利率降幅可能超过一厘 另外人行上周五正式启动证券 基金和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操作后 首期互换便利央票在周一上市 中国货币网刊登的上市公告显示 央票期限为五年 票面利率为1.8厘 发行日和起席日都为上星期五 对付日期则是2029年10月18号 但公告没有明确操作规模 人行上周表示 目前获准参与互换便利的证券和基金公司有20家 首批申请额度超过2000亿元 中证监随后表示 已经同意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等20家证券和基金公司开展操作 并要求他们加强风险管理 另外人行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周一以固定利率数量招股方式 开展了2089亿元人民币7.7逆回购操作 利率保持在1.5厘 扣除稻妻的逆回购后 人行在公开市场单日尽投放规模增加至1662亿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先进制造为主题的第136届广交会第一期展会落下帷幕 有超过13万名海外客商来到现场采购 数量较上一届增长4.6% 在第17参展的企业中有超过三层来自数字技术智能制造领域 当中有近六层通过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对他们的产业链进行改造升级 亮相了一批在绿色低碳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拥有专利的新产品 截至10月19号共有来自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商到会 数量超过了13万人比上届增长了4.6% 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有9万多人占到近7成 金砖国家客商占比则是超过两成 来自中东的买家数量增长明显有4成多的增幅 主办方介绍第二期的展会将于23号开始 为期5天以家具装饰建材为主要板块 1万多家企业将在15个展区参展 凤凰卫视陈文西同虎广州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秘鲁立马展开了访问的行程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的相关活动 并且分享了香港在多个金融领域的创新项目 陈茂波在访问期间出席了财长非正式会议 期间聚焦探讨各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和税务管理 促进优质基建发展 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等议题 他在会上特别分享了香港在发行零售债券 以支持汇集经济民生的基建项目的经验 以及推动金融服务数字化的进展 陈茂波还出席了可持续金融高级别活动 和与会财长及各地工商界代表深入交流 可持续金融和转型金融的发展策略 以及国际合作等议题 他还和国家财政部副部长 以及多位参与财长会议的经济体代表会面 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主席黄天佑 同时获行政长官任命为证监会主席任期三年 他在履行时向传媒表示会不断推动香港上市公司的 企业管制水平和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主席黄天佑 日前被行政长官委任为证监会主席 任期截至2027年10月19号 他于21号履行并在会见传媒时形容这个职位为一个荣幸的使命 他表示随着香港经济不断增长 他对未来三年的工作有三个期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证监会的角色更加重要 大家明白证监会是一个全世界世界一流的一个证券监察的机构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平台扮演的角色相当重要 我们除了要拥抱现在这个经济服尚和金融发展的机遇之外 其实我们还要不断推动香港上市公司的企业管制水平 和我们要刺激有关各方面的一些创新科技等等 他还提到期待和港交所主席充分合作 共同开拓香港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并且会和各方保持充分沟通 我们要不断和主要的持份者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沟通令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需要 了解他们的问题 也都可以解说我们证监会的一些政策 在充分沟通之后我们希望得到 就是证监会是可以因时制宜 是可以制定一个合适的和一个有效的监管制度 从而可以促进到市场的一个高质发展 高质的发展 目前黄天佑正同时兼任两家金融监管机构主席 他表示会高效分配好两边的工作 他自2019年10月起出任快财局主席 任期一度被延长至2025年9月 随着行政长官任命他为证监会主席 他在快财局的任期被提前至今年年底结束 而证监会前主席雷天良在10月19号 结束了6年的任期 凤凰卫视张又人香港报道 澳门特区公报21号刊登澳门中审法院公告 公布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 公告称由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起司法上诉 中审法院按规定确认选举的总和算结果 宣布当选的候选人为曾浩辉 他在400张选委选票中取得394票 得票率为98.99% 欢迎回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21号表示 针对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 10月20号 美国西金斯号驱逐舰 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抄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对美加军舰过航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美加方行为滋扰搅局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在台湾大法官日前宣布 死刑是有条件合法 只几乎是等于台湾实质性的废除死刑 那多名国民党立委在21号就发表了联合声明 宣布要推动修法 恢复公投和选举同一天举行 并计划要发起反对废辞的公投 要求民进党不要打压民意 台湾大法官日前宣布 垫高死刑门槛让台湾几乎进入实质性废除死刑 发承民众反对大法官的宣判结果 有六成五名义则支持公投与选举同天办理 并推动反对废除死刑的公投 因此多名国民党立委21号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推动修法 要恢复公投与选举的投票在同一天举行 民进党不愿意面对公投其实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威权 因为实际上公投所做出来的决议通常是会跟政府相反 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权威的决策被民众所推翻 所以刻意拉高门槛 早期公投是与选举合并举行 但2018年地方选举应有多项公投案 导致出现边投票边开票以及开票到半夜等乱象 因此民进党借故在2019年修法 将公投与选举脱钩 并于每两年投票给次 如此一来不仅额外得多支付选务经费 投票率也大幅降低 公投案难以过关 国民党提出公投与选举合并举行的修法 相关法案已进入一读 立凭这个会期能三读通过 还权于明 凤凰卫视彭世亭 金敏怀台北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金华城案遭积压境界 他在上周五申请介护探视生病住院的父亲 由于柯文哲的积压期即将到期 检方可能会在24号前 贞结起诉或是申请延压 而柯文哲的包卫表示 绝不会屈服于恶势力 也绝不会让民进党得逞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包妹 在民众党的街头宣讲活动上提到父亲生病 传出他的父亲已住进家户病房 我绝对不会屈服于恶势力 我这一生 也绝对不会让民进党得逞 柯文哲因为金华城案被积压境界 据了解柯文哲已申请介护探视 在被戴上手铐的状态下于18号赴医院探视父亲 家属确实有将病危通知交给律师 请律师依规定代为申请 柯文哲两个月的积压期即将到期 外界关注检方可能在24号贞结起诉 传出柯文哲妻子已请好律师 准备应战下一波约谈 另外民众党在网上发出公告 因应即将到来的万圣节 号召民众在27号上街听赖政府的鬼故事 凤凰卫生团兼图中子民台北报道 上海虹桥局场T2航站楼 20号下午一个进港航班 下课时狼桥内突然起火 疑似为充电宝四燃 一名乘坐这趟航班的乘客透露 下居时一名乘客的随身微包突然着火 瞬间燃起了浓烟 导致部分旅客滞留了约20分钟 由于廊桥相对是密闭的 浓烟很快就灌满了整个空间 让人感到窒息 直到工作人员打开了窗户透气 才有所缓解 机场工作人员称 情况确实有发生 火已经被扑灭 机场人员一切正常 航空公司方面暂时没有公开回应 第二次中韩经济合作交流会 上周五在首尔召开 双方代表围绕着相关领域中韩合作的 现状和未来前景 展开务实的对话讨论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国家发改委 和韩国企划财政部共同举办 中方在会上表示 中韩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对接 大力拓展合作新领域 深化拓展高端制造业 数字经济 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合作 不断巩固增强 双方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粘性 韩方也表示 期待在人工智能 碳中和和老龄化等议题上 进一步深化研究对接 两国在会上还分享了 双方政府的引资政策 以及民间商务合作经验等 阿里巴巴 西安吉利电子 三星和SK等各领域的 中韩企业代表 都有出席参与会议 韩国首尔市市长吴世勋 在日前重申 韩国必须要拥有核威慑力量 才能够时刻遏制朝鲜 吴世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谴责朝鲜 针对韩国放飞垃圾气球等 难以忍受的威胁 指朝鲜之所以敢于 采取这些挑衅行动 是因为朝鲜拥有核武器 而韩国没有 这造成了不对称局面 吴世勋称 这就是韩国 为什么必须紧急提高 核威慑能力 除了加强国防 没有其他实现和平的方法 吴世勋是韩国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当中 鼓吹拥合的高层成员 去年三月也曾宣称 韩国应该拥合 然而韩国总统隐屋表示 韩国并不寻求 制造自己的核武器 并重申将加倍努力 与美国制定核威慑战略 以色列外长卡茨表示 已经指示外交部门 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诉讼 控告马克龙非法歧视 以色列的企业 卡茨并批评 法方对一方的企业 施加不可接受的条件 并非民主的行为 敦促立即撤销 另外 法国《星期日报》援引了 伊福普调查公司最新的民调显示 78%的法国民众 对总统马克龙不满意 创下历史记录 《星期日报》报道指出 78%的受访者不支持马克龙 法国人对于总统的支持率 从来没有如此之低 而总理巴尼叶的支持率 也在下降 迄今为止 有60%的法国人 不认可他的工作 民调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马克龙失去 法国民众信任的速度 感到惊讶 并指出 自今年5月以来 马克龙的支持率 已经是下降了9% 这一最新民调是 在10月9号到17号 通过网络和电话方式 在2008名 18岁及以上法国人中进行的 误差范围 为1到1.4个百分点 摩尔多瓦20号举行总统选举 初步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桑杜 与社会主义者党支持的 斯托亚诺格洛 将会进入第二轮的角逐 而有关摩尔多瓦加入欧盟公投 初步结果则是显示 过半的摩尔多瓦人投了反对票 根据摩尔多瓦中央选举委员会 21号凌晨所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在已清减的超过90%的选票当中 亲西方的现任总统桑杜 得票率为37.7% 摩尔多瓦前检察官 斯托亚诺格洛紧随其后 得票率为28.8% 两人都没有能够获得半数以上选票 因此根据摩尔多瓦法律 两位候选人将会在11月3号 展开第二轮的较量 另外一方面 摩尔多瓦加入欧盟 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投 也在20号举行 而初步结果显示 已经有过半数的摩尔多瓦人 对欧盟的愿景投下了反对票 但大量侨民的选票还在统计 当中倾向于支持加入欧盟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